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古不变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比你慈爱 哪里诉说你的恩典 感谢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阅读神的话语 他们阅读神的话语之前 我们先求主耶稣的圣灵带领我们 让我们可以明白祂的话语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这么疼我们 让我们今天有美好的一天 可以聆听 可以学习你的话语 求你圣灵陪伴着我们 教导我们 与我们同在 我们佛耶稣里面祷告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马可福音 第二章 第一节到第五节 过了些日子 耶稣又进了加百龙 人听见祂在房子里 就有许多人积极 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 耶稣就对他们讲道 有人带着一个探子 来见耶稣 是用四个人抬来的 因为人多不能进前 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 拆了房顶 然后即使通了 就把探子连所躺卧的 入子都蹲下来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探子说 小子 你的罪都失眠了 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 心里议论说 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 健忘的话 除了神以外 有谁能失眠罪呢 亲爱的朋友 在1950年 因为小儿麻病症 这个情况呢 那个时代呢 相关的疫苗发明之前 单单在美国 每年就要有两万人 因感染小儿麻病症 而探犯 其中有一千人死亡 全球 小孩子死了很多 因为那时候 没有这么发达 那 在古时候呢 耶稣的时代呢 探犯是无药可救的 所以这个 这个人也是一样 没有药可救的 这个探子呢 他的朋友 很想救他 很想帮助他 但是呢 没有办法 在古时候 探犯无药可医的 一旦犯了 就现有结枉 然而 有一个探犯的人 他的朋友 相信了耶稣 能够帮助他 就告诉他 来来来来 我们带你到耶稣那边去 他可以医治你 这个探子 当然是很高兴 他说 好啊 他们就带他去了 当时 耶稣在加百龙的 村庄讲道 他们带着他 来见他 因为人太多了 他们无法接近 耶稣就把 耶稣所在的房子 给拆了房顶 急拆痛了 你看 这些探子 他们的信心 太厉害了 那我曾经把这个 这神的话语呢 在教会教堂讲道 我说 这个神级会实现呢 因为有四个朋友 相信耶稣 因为四位朋友 充满着慈爱怜悯 要帮助他们的朋友 因为有四位朋友 他们对耶稣有信心 所以就跟这个探子说 哎 老友啊 我们试试吧 所以呢 神级就发生了 你要看到有神级发生 你自己要有信心 你的周围的人 也陪着你一起信心 那圣经说 只要两个人啊 同心和意的祈求 有神的旨意呢 神就会实现了 那话什么 就又怎么办呢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探子说 小子 你的罪得失眠了 然后说 我吩咐你起来 拿起你的褥子 回家去吧 在十一节 耶稣 很奇妙地 回应了这件朋友的信心 他回应了 这个四个朋友的信心 他不但医治了 那探子 无药可责的病 还失眠他的罪 因为他的朋友 相信耶稣 所以呢 他们从屋顶上 拆了这个屋顶 把这个探子 遵下来 然后呢 离开的时候 没有上屋顶了 就在大门走了 当我们的亲友 罗犯重病 或是礼命 出现危机的时候 我们能够 集在一起祷告 把他们带到 耶稣的面前 唯有耶稣能满住 他们内心的 深处的西药 没有耶稣能够 依止 那些无药可救的人 只有耶稣能够 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只有耶稣能够 改变一个人的将来 因为耶稣 他是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我们呢 信主呢 是我们这个人生中 最大的福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要放弃 努力的亲近神吧 他非常的爱你 好 我们今天祷祷祷告 主耶稣 我们知道你的话语 大有能力 能是给人永生 你能医治 每一个人的疾病 可能肉体的疾病 心灵的疾病 今天我们用祷告 将我们 大家弟兄姊妹 带到你面前 求你圣灵 带领着我们大家 让我们也像 这个四个朋友 有信心 充满着爱心 帮助其他的人 我们奉耶稣 祷祷祷祷祷告 阿们 我两人属于我 我也属于他 我两人属于他 我两人不惯我 我也保随他 祝我的天地生意 如海飞飘 愿我的天地生意 愿害豁如 愿我的天地年か 滞爱豁如 缠滞爱豁如 Zither Harp